第1个拒绝的是 Venis哥 吴建豪大哥 这样的大哥你敢拒绝 总决赛之夜即将来临 我们将以两两组合表演的形式 冲击最终的最强追光者 大家也都是按照两两分组的形式 坐在了一起 我很好奇 你们是怎么走在一起的 不要着急 不是我们不信任你们 是因为和大家接触时间长了 怕大家之间太友好 不好意思说实话 我们要玩一个真心话的环节 有请导演组上我们的遮光闭眼罩 俗称眼罩 那各位哥哥要不要来挑一下自己喜欢的眼罩 接下来请各位戴上眼罩 喵 仔细聆听我说的每一句话 然后仔细回想你们的组队过程 请听第一个问题 请问在座的各位 被别人发出过邀请的请举手 第二个问题 只被一个人邀请过的请把手放下 第三个问题 只被两个人邀请过的请把手放下 只被三个人邀请过的请把手放下 请摘下眼罩 首先来问一下九夕 有那么多人向你发出邀请 为什么最终选择了吴建豪老师 首先我们两个可能比较了解 比较熟 而且我觉得这个寓意也比较好 因为我们俩就是这个节目没敲档的时候 我们就说要不要一起来这个节目 好的 然后有始有终嘛 了解 谢谢 嗯倪坤 你一共拒绝了三个人 为什么最终选择了和楚生在一起 呃我想做这个live music okay okay 那都拒绝过谁可不可以听一听 哈哈哈他脸都那么红了没关系 大家可以随便讲 第一个拒绝的是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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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那么我 吴建豪大哥 这样的大哥你敢拒绝 是谁给你的勇气 oh yeah why nick 哈哈哈 no actually um the first day i already talked to him um that we should do a show together um because i really want to show you know every show that i've done is always a different um different side of me 他想每一个节目都是不一样的他 啊那你应该找我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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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第二个拒绝的人是谁 啊第二个是 奥远 哦为什么呢 腿太长 哈哈哈哈 太高了 第三个拒绝的是 刘爷 刘爷 tell me why we've done a show together already 他们做过一个cp show了 对哦 那我可以理解 好的 咱们 好 刘爷